全球市值第一的企業蘋果也難逃通膨衝擊 根據彭博社報導 蘋果計畫明年在部分單位放還招聘和開支 以應對可能的經濟衰退 加入臉書母公司Meta和電動車大廠特斯拉等 縮減雇用人數的行列 讓蘋果股價18號下跌2.06% 智慧手機在今年第二季出貨量下滑9% 不過蘋果的iPhone仍是最暢銷的手機之一 市占率17%僅次於三星 目前蘋果全職員工約15萬4千人 據了解明年暫緩動作不會影響所有團隊 2023仍計畫積極推產品 包括混合實境頭戴式裝置 不過蘋果放慢腳步 顯示通膨對這些企業來說也是問題 將會放緩投資新事物和新產品 蘋果消息一出也立刻牽動美國股市 早盤原本上揚的三大指數紛紛走跌 收盤時道琼工業指數小跌0.69% 收在31072點 標普500和納斯達克也都下跌約0.8% 銀行股也吐回稍早漲幅 但高盛和美國銀行第二季盡力 減幅由於市場預期 股價最終收漲 全球最大經濟體美國現在正陷入升息矛盾 怕聯準會升得不夠壓不下通膨 也怕升太多導致經濟陷入衰退 原本市場擔憂月底一口氣升息四碼 但上週聯準會官員暗示 可能維持原先預期的三碼 而美國人最在意的經濟問題之一油價 在總統拜登出訪中東要求油國增產未果 週一白宮經濟顧問博恩斯坦表示 全美油價已連續下跌34天 跟6月高點相比 平均每個人月省25美元 相當台幣750 白宮經濟顧問說美國消費者支出 就業人口和失業率等數據 並未指向經濟衰退 不過經濟難題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加州就金山灣港口奧克蘭 18號上百名卡車司機塞爆碼頭大門 抗議加州通過的AB5法案 排解獨立自營的司機 設下更嚴格標準 讓他們更難自由接單送貨 加州港口處理約40%進入美國的貨櫃 上週洛杉磯港也有類似抗議 恐讓疫後供應鏈問題再次惡化 疫後開始復蘇的美國 今下旅遊需求更是暴增 搬機誤點或取消幾乎已成廉價常態 光是今年美國航空公司已取消超過10萬次航班 主要因氣候空中交通繁忙和大量人員短缺 根據統計全美班機取消最多的在紐約地區 紐華克和拉瓜地亞機場名列一二 而污點最多的則是芝加哥的中途國際機場 提醒我做好